Muchten 跟 Muchten 不一样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下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Muchten 跟 Muchten 不一样了 那我最近看很多人搞混 Muchten 跟 Muchten 那我想要解释一下 Muchten 跟 Muchten 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然后从 Muchten 开始 Muchten 是一个主动词 但是它也可以当一般的动词 在德文口语 我们常常把它当一般的动词 那 Muchten 的意思是想要 我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想要喝什么东西 等等 然后 Muchten 的变化就是 Ich möchte Du möchtest Er möchte Sie möchte Es möchte Wir möchten Ir möchtet Sie möchten Sie möchten 咖啡 那 Trinken Trinken 是最后一位的圆形的动词 第二个动词 因为 Muchten 就是一个主动词 然后 Muchten 的话 Muchten 是从 Muchten 来了 所以它本来跟 Muchten 没有关系的 那 Muchten 它其实是 Muchten 的过去式变化 所以我们先处理一下 Muchten Muchten 的意思是喜欢 那它的变化是有点乱七八糟 它是 Ich mag Du magst Er mag Sie mag Es mag Wir mögen Ir mögt Sie mögen Sie mögen 那 Muchten 不是主动词 Muchten 就是一个一般的动词 那它会接一个 Akkusativ 手词 我给你们一下一个句子 Ich mag Din Film 意思是 我喜欢这部电影 所以 Muchten 在这个句子跟着主持 Ich Ich mag 那它接一个 Akkusativ 手词 那就是 Der Film 在这个句子 因为是 Akkusativ 手词 两心观词 那就变成 Din Film Ich mag Din Film 我喜欢这部电影 所以我刚刚给你们这个句子 就是现在式的 Muchten 的用法 Muchten 的话 它是 Muchten 的过去式变化 那 Muchten 的变化就是 Ich mag Du muchtest Er muchtest Sie muchtest Es muchtest Wir muchtest Ir muchtest Sie muchtest Sie muchtest 所以它表达一个主持 以前曾经喜欢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一下一个句子 Ich mag Din Film 我曾经我以前喜欢这部电影 有可能现在我会再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奇怪 我们以前学过了 助动词的话 第一跟第三人称 就会有同一个变化 比如说像 那mögen的话 也是一样的情况 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是 同一种变化 但是这个不一定表示 它是助动词 我举例一下 动词wissen 也是在第一跟第三人称 同一种变化 Ich weiß Er weiß 这个没有表示 它是助动词 它就是一个 不规则的一个情况 那wissen 就是知道的意思 我知道 他知道 Ich weiß Er weiß 可是不是助动词 他不可以 写第二个动词 那我常常看到的错误是 人家把mögen当助动词 那所以一个常看见的句子 就是像这样子 Ich mag kaffee trinken 因为中文会说 我喜欢喝咖啡 但是这样不行了 你们可以说 Ich möchte kaffee trinken 我想要喝咖啡 但是我喜欢喝咖啡 其实没办法这样写的 你们当然可以写 Ich mag kaffee 句点 如果你们想要强调 你们喜欢喝咖啡 你们就必须 用一个副词 Gerne 那就自己写 Ich trinken gerne kaffee 句点 所以你们就完全不会遇到 mögen 你们就是用 gerne 跟随便拿一个动词 那就会变成 你们喜欢做什么事情 Ich trinken gerne kaffee Ich mache gerne sport Ich lese gerne bücher 等等 所以所谓的动词 就可以这样 把当成喜欢 做什么东西的意思 那所以 möchten的话 就是 Mögen的过去式变化 它会看起来像 möchten 就少了那两个点 但是 它完全不同的意思 那你们有可能会很想问 如果我们想要把 möchten当过去式 那怎么办 möchten自己没有过去式变化 所以我们要拿来一个 wollen的过去式变化 wollen 它就是 Ich will Du willst Er will Wir wollen Ir wollt Sie wollen Sie wollen 所以它是 我要什么东西 Ich will kaffee trinken 我要喝咖啡 那我们现在 要把他的过去式变化 wollen 拿来取代 不存在的 möchten的过去式变化 那 wollen的过去式变化 就是 Ich wollte Du wolltest Er wollte Sie wollte Es wollte Wir wollten Ir wolltet Sie wollten Sie wollten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把 一个 现在式的 möchten的一个句子 改成过去式变化 我们必须拿来wollen 那我给你们下一个例句 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 一开始的 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当过去式 那我们这句话 就会变成 Ich wollte Einen Kaffee Trinken 所以 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我想要喝一杯咖啡 Ich wollte Einen Kaffee Trinken 我以前 我曾经 想要喝一杯咖啡 所以这件事情是过去的 你们看 这里 Bruh Möchten 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分了 Möchten 跟Mögen 两个不同的动词 在现在式的情况 非常明显的 Ich möchte Einen Kaffee Trinken 还有第二个动词 我想喝一杯咖啡 Mögen的话 Ich mag Din Film 句点 我喜欢这部电影 那么现在 如果是过去式的话 Möchten Ich wollte Einen Kaffee Trinken Wolte 加Trinken 第二个原型的动词 那在那个 Mögen Ich Mochte Din Film 我以前 喜欢这部电影 那如果你们要说 你们喜欢 做什么东西 你们就 哪一个动词 要搭配一个 Gerne 一个副词 那就可以表达 比如说 Ich trinken gerne kaffee 我喜欢喝咖啡 那这样子 我喜欢喝咖啡 可以表达 你们喜欢哪一种类的东西 你们喜欢喝 哪一种类的饮料 好 那有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 我听过一些德国人用Mögen 跟第二个动词 这个怎么会是 德国的方言非常非常的多 Otap desu 然后有一些方言 他们就是会把Mögen 当一个主动词 有时候会这样子 但是 我们要学标准的德文 那标准德文 它分很清楚 Mögen 就是一般的动词 Mögen 才是主动词 所以Mögen 绝对不可以 跟第二个动词一起用了 你们就可以用 我刚刚给你们的一些Bispiele 那你们就这样召句就好了 好 那这个就是 Möchten 跟Mochten 的差别 你们现在知道 Möchten 跟Mochten 不一样 谢谢大家 下次见